警车和救护车出现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雅典药大学 因为这里在星期天举行毕业典礼却突然传出唱响 当地警方说枪手闯入的是法学院的毕业典礼 枪击造成三人死亡 遇害了包括当地的前任市长 他原本要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却不幸遇害 原来枪手和预测的前市长以前就有过节 枪手翻案后一度还开车逃逸 结果在大学保全和警察联手拦阻下遭到逮捕 他工程是不满福利盖才下手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犯案动机 不过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可是 原定周一在这里发表上任后第一场全国演说 原本应该戒备森严 却发生抢击案也引发担忧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